那么谈到做梦 就正好有个人 我们澳洲的悟平法师 他有个疑问 来问我 他说如果有人 说他在个人念佛当中 看到似乎伤人 就看到我了 告诉他了 要怎样怎样做 而不是当面向师父轻视 这样一个感应 所得的歧视 是否可信 那么他记得 我从前讲过这些事情 在讲习里讲过 有人说他在梦中 见到师父给他开始 师父上人说 他没有给他开始 弟子一直 有此疑惑 这才来问我 梦中会梦到人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你想他 是因为你想他 一切法 从心向神 想福 就会梦见福 想菩萨 就会梦到菩萨 想你的亲人 你就会梦到你的亲人 想你的父母 会梦到父母 想你的小孩 会梦到小孩 会想到师父 都是一个道理 那么师父在梦中 跟你讲的话 都是你自己心里想问的 我没有想问这个问题 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是 你有这个问题 你自己不知道 这是一种反应 感应 你心有感 这个梦中也是硬 谁硬呢 都是你自信里 都变现出来 你看到我存在 我怎么存在 是你阿赖耶识 就变现出来的 你看到的 现实境界跟梦中 没有两样 不但是师父的话 你好好去念念 观无量寿经 上瓶上身杖 你就念这一段 你就会开悟了 这一段讲什么 讲念佛的信心 佛在镜中举个比喻 这个世界 声望很高 真的高僧大德 你修进度法门 他告诉你 这个法门 没有化验好 没有法法好 你应当改学 这些大学 你听了以后怎么样 辱辱不动 我还是修这个法门 决定不动有 这是世间的 第一个大德高僧 你没受他印象 他这时候来的阿罗汉 证过我的 四国罗汉 来劝你 不要修这个法门 还是如如不动 再往上升 菩萨来劝你 最后佛来劝你 到最后阿弥陀佛亲自来劝你 你可以跟阿弥陀佛说 佛陀 你讲的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我就试试 试试我就过了 再高的我不要了 我就得一万 谁来读不动 你决定的是 如果叫你改变法门 这就错了 这不能结束 世尊在观经上 上评上僧章这一段经文 非常重要 坚定我们 永远不变 永远不改 永远不后悔 这一种坚定信心 一直到底 坚持到底 受方祝福来 我还是念佛求生进度 这叫真心 这叫真悦 那段经文是真好 私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